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一辈的武打明星基本都淡出娱乐圈过养老生活一样 64岁的成龙大哥活跃度还算可以 李连杰还被频频爆出恶病缠身辟谣无数次 然而66岁的红金宝就真的老了 红金宝由于膝盖受伤过多次 而且肥胖身体越发厉害导致各种病症 关键膝盖也承受不起身体肥胖的重量 所以很早就开始坐轮椅了 不少网友还偶遇过坐轮椅的红金宝 近日红金宝现身某星系的开机仪式 虽然头发发白的他很是显老憔悴 但明显体型变瘦了 经典的蘑菇头很是怀旧 让网友惊讶的是红金宝大哥没坐轮椅 红金宝现场被采访表示自己一直听太太的话 截至饮食减肥起到效果 但他站久了还是立马要坐椅子歇一歇 而且脸上不时显示出有点痛苦的模样 很让人担忧 无论是谁都无法抗拒生命的发展规律 只是老了的红金宝因为膝盖受伤和太过于肥胖 真的让不少亲朋好友和粉丝网友对他的健康表示担忧 但无论如何希望身体安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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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